困了好久好久 终于有机会穿越了 这种是不是就有点在原始森林穿越的感觉了 用四缸坦克越野 真是太开心了 这把热情 好好玩 真好玩 节目跳过就来了 今天又开到我们这两台车 一个是喵哥大病夫出的 终于大病出院了 坦克300边境满 还有我这个还是一个速车的状态的征服者 然后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喵哥的车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大家知道了重庆的法拉尼是什么颜色 黄色的黄色法拉尼加上黑色拉条 带你们什么 输入机器 这台车出场的时候官方就已经做了很多越野方面的改装了 所以已经注目的就是这个加大的轮圈 就要比敏明的大那么一点 明显看得出有点高度 用的科曼的简正 在一些比较极限的路况下 我可以稍微轻松的过去 而敏明的 嘿嘿就要脱底了 有可能就要脱底了 脱底了 其实今天其实路线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 应该不会出现脱底的情况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行了不行了 原厂的行李架 对 就上面的话我就最多就装了一个箱子 83升的容级嘛 就可以把平时的一些就是露营的东西装过来 备胎的地方拆掉了 改成了一个工具组 有一个铲子没有开封啊 两个小的拖根板 然后两个小油桶 加了一个高位的刹车灯 装饰用的这个尾灯的壳子塑料的 车子的中石瓦合作伙伴啊 然后强烈推荐我们TESTV贴纸啊 这个目前没有的啊 大家请期待商店上心啊 到了车的右边装了一个梯子 最高可以呈到300 400斤这样子 我差不多快180了嘛 然后其实还是很轻松的就是 对 能够上来 坐上去看看 我有点恐高 一个条灯 然后就是这边的两个就是7寸的射灯嘛 我们野外就是会用到 因为野外的光源确实太低了 然后就是为了越野的舒适度嘛 我们就买了一个ARB的就是22.5的车载天幕嘛 装了一个雨霉也不错 除了风罩盒子车嘛 哎 风罩什么的 其实这根本听不到 现在来到了我的车 大家会发现这个车呢 跟我骑车的时候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觉得还是有 就它比较成熟了 它本来就是和个很年轻 你的头发很茂盛的车 但是它现在就秃顶了 它重量秃顶了这个车 这不是秃顶了 它也不是海参 然后有人现车了 还借了我的脱困板 全新二手 就是别人只是拿来姿态好看 真的会有人用这个颜色姿态吗 感谢海参 海参我错了 给我被打赛 然后我这个胎呢 就是原厂的这个家装的这个库博ATT 当时呢有购置水优惠 为了这个购置水优惠呢 你现车呢就必须要加一个这个AT胎 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AT胎 正要越野的时候啊 它可能就有点打滑了 是也是加了这个雨霉啊 比如说晚上要睡到车里头 稍微开一点 这样的雨也不会飘进来 基本上上六十 你就能听到它 就是它产生的风噪 然后上面这个天赋呢 就是国产的了 你花四分之一ARB的价格呢 大概能享受到一半ARB的舒适体验 你这个多少钱呀 不是很贵 我是给大家说这个 我的手很棒 四分之一ARB的价格 这样子这边呢 因为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装饰了 我就把这个我们的KEEP GOING的logo贴到了这里 好看啊 这个哪里能买到啊 对不起我没上架 不嘎公开了 我加了一个拖车勾 就是喵哥的车呢 有脚盘 我的车没有 就方便喵哥救我 谢谢喵哥 谢谢 我这个地方啊 它是没有爬梯的 踩住这里 再踩住这里 再踩住我的备胎 我就可以上来 然后这个上面呢 为了让这两条海参 我好像已经妥协了 为了让我这两个脱困板啊 牢牢的固定在这上面啊 我买了一个这种极轮的这个拉紧带吧 这个挺挺爽的 基本上这两个在上面就很结实了 下来是你的 先去找 我的文胎在哪里 我的后保险杠 然后我这只要 哎呀我要去找 围钩 我的围钩 下来了 但是 没有歪 我们这个车子 猪大的市场 唯优千坤 这边来 将这个门打开啊 哇 magic box 其实在淘宝上能收到它叫磨盒 我觉得它比较整洁 整的颜值不是很高 对于我来说挺贵的 刚好有人在出二手的这个东西 诶 里面的车 诶 全新二手 刚好有人在出二手的 你这是不是算一般的二手车呀 好过分啊 好过分啊 路可 我什么东西是二手的 我这个磨盒是二手 行李家是二手 透控板是二手 蔚来那个脚盘也有可能是二手的 这个是一手的 因为刚才那个磨盒嘛 它其实已经把整个环境给升高了 我没有改座椅 坦克300的那个坐垫是没有办法放平的 所以说就可以通过这个磨盒 诶 这是什么东西啊 诶 这是什么 好正啊 哇 好厚 好厚 那么这个能在哪里买的 那就是我们TESTV官方旗舰 官方淘宝旗舰 我们的店铺名叫TSTV值不值得买 原本的这个高度呢 它是不平的 我上次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后面的空间是浪费掉了 然后这个结构的目的呢 就是你把它展开 你看这么一支撑了 然后晚上就可以在这里睡觉了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是两个人住的时候 两个人住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一起放下来 还有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玩意儿呢 你看就是它这个设计啊 有点略微的粗犯 但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我认识的车友 他做的一个东西 可以加手机嘛 装一些运动相机啊什么的 你要拍 安全气囊是碰不到的 安全气囊是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大哥设计的还是蛮考量的 但是大哥在最后说了一遍 兄弟们不要再给我宣传了 我真的是没时间做这个东西了 没这样买了 没这样买了 介绍完我们的车辆的配置了 现在开始穿越 这次我和喵哥选择了一条相传比较简单的穿越路线 从福林503穿越到仙女湖镇 这条线路前半为非铺装路面 后半为铺装路面 全程40多公里 平均海拔1000多米 非常适合我们两个越野新手学习啊 目前是22.3公里36分钟的车程嘛 到达我们的起点 重庆503森林公园 然后从哪里开始出发 老天给面子啊 连续前面下了几天雨啊 下了两天雨 然后今天终于放心了 许高的蓝莲花 许高的蓝莲花 来一起唱一唱 喵哥已经喊我们唱起蓝莲花了 喵哥这是你第一次越野吗 第一次开越野车 这个今天应该是还是叫穿越 一个简单的穿越嘛 这是左边无敌了 我们刚刚一转过来是吧 对 左边真的无敌 一片三丘 三丘连着一片的 越过三丘 OK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穿越的起点了 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越野了 所以要把这个切成4H模式 高速4H模式 4H是低速4H模式 它会把你的扭矩放大 这个是比较适合就是爬坡坡什么时候用 两边的速度会有点差别 4H的话最多可以到80 然后4L只有到40 流行40其实很慢的速度在爬坡了 目前来看的话 泥地不是很复杂 所以我就不先切换它的沙力模式 然后先直接走吧 现在都还在这个铺装路面上 这个路有那种搓一板路的感觉 对了今天天气很好啊 这种是不是就有点在原始森林穿越的感觉了 原始森林加铺装路面啊 完美知道吧 就是脚下走得舒服 然后眼睛看得舒服 现在的话我们就需要往真正的飞铺装走了 大家看到就是已经有炮弹坑了 下飞铺装喽 好 开始第一个炮弹坑了啊 这个炮弹还蛮浅的 温度的大 就是这个味儿啊 摇摇晃晃啊 两区有什么感觉啊 两区 啊 你们还是两区嘛 我都已经开4H去了啊 挂4区吧 先挂个高4 啊 好漂亮啊这种路 幸好老天爷给面子啊 这种路如果雨大的话 真的感觉还是有点难跑 用四缸坑坑越野 真是太开心了 说点婚姻班的啊 刘哥你没有婚姻胎啊 你小心点啊 我这个我这个胎比较厚 所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前面有个小加沙者啊 小心拖底 小心拖底 这能拖啥底啊 好啊 前方有坨石堆堆 看喵格尔越过它 这个是那个影像 然后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石头 我们就可以进去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开车 越野什么的 因为上坡嘛 这个前机会挡住一些东西 但其实现在来说很多车 都有这种香360啊 这一类的东西 对于驾驶员的要求来说 是低了很多的 现在的话我们根据导航的话 来到一个路的交叉口 按照导航的话 我们车子是要往这里走的 这可能我这边的话 应该是目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是可能明明这边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深吧 可能 因为他们车子没升高 看不起谁啊 我客路都能过 我下车我直接开铲 我就拿他们的苗哥铲子借一下 嚣张啊 嚣张 明明在疯狂的巡视 哇这个森林好棒啊 爽呀 我说前面的路的话 我刚去看了一下 肯定是过不了的 这边不是一个水塘吗 前面有一段路 就相当于你一个轮子压到这个水塘底 一个轮子压到那个路间 已经不存在谁救谁的问题了 就是都得在这献车 不是新手小白轻度越野那种吗 对 轻度越野 第一是走安全走完全程更重要 掌握经验 为了规避这一条路 我们就决定从前面的 就是前面绕一下吧 决定绕绕绕绕绕绕绕 要有自知自明 能屈能伸 能屈能伸能一能软啊 Einstein 崩匀 王兰 这不就是小时候的摇摇车吗 一块钱投币 今天摇到爽 月明哥你现在油耗多少呀 越野嘛 越野不讲究油耗 顺时油耗30啊 谁在油耗 绕道 回来了 我有个很好奇的事情 留下这条路苏的人 他是开什么车来的 感觉是避震这么高 喵哥的避震 我的避震 所以说我们这个路苏 需要我们等会回去了就完善一下是吧 那个点我已经标了个点 我写了一个人怂绕道 小白请拐弯 OK 那我们继续出发吧 出发 喵哥的后桥一直在奋力的工作呀 总有一个后桥正在为你默默的付出 喵哥的车不养闲桥啊 不养闲桥 车不养闲桥 你是我的后桥你就得工作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越野路段 就是在路数上设计的 然后现在还是和敏敏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东西我们跑不好了 人生就是好 人生就是好 路数上的是娱乐路段嘛 然后我们要去看一下 顺便这个路就是我们能不能 好不好上去好不好下来 然后的话因为有点远啊走上去 我们就有请了我们侦察兵 好 我们去看一下 顾一下路况怎么样 感谢我们侦察兵 我们发现这个路还是OK的 于是我服务我们准备 雷坡坡 雷坡坡 OK Let's go Let's go 上坡坡啊 OK OK 出发出发 安全带机好 安全带机好 很滑的 不要怕不要怕 搞点节目消毒 不要怕 刺激 明明咱们一会稳一点 不追求这么刺激 不去了 退完股表演开始 这个坡我觉得我们要怂 OK我们怂了 一定要就往右边打 你看他要滑 对他要滑 这里也可以走 刚才前一遍我们是演示一下走 叫他走 然后这一遍就演示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车轴距够长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骑在上面走 没事没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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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走 哦 还得是瞄近啊 不要怕马 不要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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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挠没挠 我这一点点走 哎 那这松 好 再回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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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有点老了 不要挠了 不要挠了 收到收到收到 我应该是往左打 往左打板子 然后过去 比较极限度的光下 我可以稍微轻松的过去 儿女人 嘿嘿 叫套屁啦 我这个拍比较厚 所以问题不大 我这边的话应该是 目测是 没有问题的 哎 姐姐姐姐姐 接不掉我就来了嘛 哈哈哈 有点紧张的 现在什么情况 不是不是不是 现在我开 现在其实很简单 先说一下 我现在切换到4H模式 然后 锁住我的 锁住我的后 锁住我的后那个 等一下我把头摆好位置 我拿东西出来 不用不用 我先开4L 我先开4L 我开4L 然后锁后后桥 应该能过 等一下我看一下 不行了不行了 需要救援了 紧急呼救了 SOS 看是否有阿妹在 节目效果永远在的 喵哥的胎是那个AT3 我的胎是ATT ATT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标准型的AT胎 AT3其实是 作为AT3还是可以的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喵哥你看 现在是一个倾斜的状态 它已经限车了 如果再挠的话 会越挠越深 所以我们现在要 依靠工具把它弄出来 借助一下那个通风板 没想到这么快 我爱你海参 不得不 好像是右边 右后轮 先试一下放前面 过来我知道 这台有问题 OK 这边 这边这边 走走走走 走走 走 走 慢一点 走走走 耶 可以吃午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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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海参海参 海参我错了 躲背 我爱你海参 爱你哟 刚才完成了喵哥的救援 喵哥现在就又起飞了 已经走掉了 已经看不到影了 对 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之前徒步走过的路 挺有意思的 远方看到了 罕见的黄油 好帅的马呀 独自帅气 对 对 经过这次的穿越 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水荡荡 这边应该走边边 直接跳过去吧 准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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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痛 我姐能够理解这些山崖发现 从那个往水堂的感觉吗 用赤缸坦克玩水堂了 这个太好玩了 现在这个路 从100都已经无法行动了 这就是乱石堂了 不要哭 我的哥 我的哥 跑都跑得好 好好玩 这太好玩了 里面一堂都是这样开的 开的 好喜欢 接下来我们从越野路面换到了铺庄路面 阳光正好 微风徐徐 非常适合找个地方赏景路餐 刚才油耗终于下来了 本来是29.9 顺时油耗 然后平均其实是13点几 然后现在总体油耗也从2930下到了26 应该跑完之后应该是18左右 前面其实是蛮绝望 因为我昨天没加油 因为我看我还有360多 然后干了前半程直接就干了100多的里程下去了 我说完蛋了等会说不定还臭明明的油 然后现在终于是安心了 因为我们的后半程大概就是这样的路 我们在想 这样好走其实挺惬意的 对我觉得这种路就前面紧张之后放松下来了 放下来然后觉得好舒服 重要的就是沿途的风光 然后是看风景的人的心情 我觉得目的地计是哪里其实不重要 完全现在就是沿着这路走 我也不看路缩了 我觉得就享受这边风景就很好 就很平静嘛现在 我们右边南天湖去不去 去看一下吧 远不远吗 应该不深远吧 OK我们出发南天湖 来都来了是吧 中国人的就是来了来了 你看去这边风景很好 万一不远了 但是我们现在这边手机都没有信号 不知道距离多远 是的 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未知 解放松 哦 哦 到回去吧 啊 哈哈 往后到往后到 风陆了 风陆了 啊 来都来了 结果还是来没来得了啊 风陆了 风陆了 这个就是真正的本地猪 中国本土的黑猪 好久见了现在 我们这里看到了这个猪 有点小乖乖 母猪 它是个小母猪 小尾巴一卷一卷 但是原来猪可以吃草啊 杂食动物嘛 猪是杂食动物 走嘛 你们先走 猪先到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好悠闲呀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到了天选之地 这个地方就是为我们准备的 非常漂亮 非常适合录音 然后把我们的那个鞭杖一拉 我们就可以组上一个两室一厅 我 Grazia 别摇高 不要着 报仇了 消息虎 到底什么 他们今天早着回去觉得要杀了 小幸虎 四 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到我们 bbt 我们BBT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吃炙热米饭 现场下饭 我们节目下饭了 我们下饭了 下饭了 都下来了 你都没有 糟了 太难了 糟了 糟了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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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走开 回去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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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味道 爆羊味 你看今天路上插一个木马人 现在都来跟过羊人 OK OK 精力一场小羊风波 小羊风波啊 还有一点点个羊 我现在吃这个蘑菇怎么用 羊吃什么味道 这叫羊肚 你们有没有吃过一块素 苗哥有一段我们脖子都快摔出筋了 就压完大水坑之后 就是那一节 我感觉那个安全带真正的发挥了作用 明明说 苗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交叉子 硬要撵过去 好吃饱喝足了 我们准备完成最后的路程 目前只有8公里了 就是应该是一个8公里的一个小香道 就轻松愉快的把它完成了 今天昨天就到此结束了 回家 回家 还没完够感觉 已经是没有烂路了吗 再次确认 确认确认没有了 哎 一油未尽啊 猫哥 点赞过几万 点赞过三万 下次我们再穿越 点赞过三万 哈哈哈 下次如果真的点赞到三万的话 这是一天已经不够了 那不就是穿西吗 哈哈哈 然后还要多卖一点 我们涨点油费 涨点油费对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周边啊 真的很需要大家支持 祝你阿苗的穿西之女 哈哈哈 这是我和喵哥 应该是第一次啊 正儿八经的 不是平常那种玩鱼吧 那种刺的那种穿越 可惜没用到脚盘是吧 哈哈哈 哦 对对对对 下次的话就请到 请期待我们用脚盘啊 来玩一次 所以呢 趁着大家这个春暖花开之际啊 大家一定要穿上我们这个什么 Keep going的套头夹克来一次 非常厉害的春游 呃这期如果点赞过三万的话呢 直播喵哥现车 啊啊啊啊 如果点赞过三万的话 下期我们拍喵哥现车 用脚盘 嘿嘿嘿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 一键三连 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上一个大大的赞 谢谢 咬去那刀位 但是双手紧握方向盘 先要皱眉 然后再要笑出来 这 Stepway BountyTry before you buy 拜拜